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高涛涛 这高涛涛是出身于名门望族 他的宗祖父是高勋 是北宋的开国元勋 他的母亲又是曹宾曹大将军的孙女 所以说他的出身可以说是显赫的 不能再显赫了 他后来嫁给了当时的赵宗时 后来的赵鼠英宗 最后成为了宋英宗的皇后 他为宋英宗生了四个儿子 四个女儿 四个儿子这个数字是肯定的 但是四个女儿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是四个女儿 有的说是三个女儿 还有说两个女儿 因为其中有两个女儿 身份难以考证 是不是他生的不好说 至于他和宋英宗的夫妻关系怎么样 从生这么多孩子来看的话 应该是关系非常不错的 而且两个人也算是青梅竹马 是有感情基础的 但是从另外一点看 宋英宗或者说以前的做亲王的时候 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只有高涛涛这么一个夫人 他没有妾室 所以说他想和别人生也不大可能 从这点我们可以猜测 高涛涛在家里头就说他和赵宗石相处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强势的 他可能在感情这方面的占有欲比较强 赵宗石又比较听他的 所以就赵宗石一直也没有什么妾室 从后面他当了皇后以后 因为一直没有妾室 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然后太皇太后 当时的太皇太后 曹太后也曾经去劝过高涛涛说 你看看是不是同意给英王那个妾呀 那个妃什么的 但是当时高涛涛就很生气 他就跟太皇太后说 我嫁的是赵十三 赵宗石不是他们家的第十三子吗 所以他们可能底下就叫他赵十三 十三郎 那意思就是我嫁的不是皇帝 我嫁的是只属于我的一个男人 这个观念还是挺现代的 到后来那时候苏英宗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后来太皇太后又来劝高涛涛 说还是要纳个妃 至少给英宗充冲洗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同意了英宗纳了三个妃 年纪都很小 大概十四五岁的样子吧 就这个三个妃 然后高涛涛给他们的品级都非常非常的低 其中一个还是以前仁宗皇帝的宠妃 张贵妃的妹妹 唐妹 当然了 以那时候苏英宗的身体已经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了 所以这三个妃子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摆设 在宋英宗执政时期高涛涛基本上是身居后宫 很少看到他在政治上有什么表现 尽管那时候的宋英宗和太皇太后因为溥义之争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也很少能够看到高涛涛表个什么态 他具体站在哪一方 所以咱们也就不网加猜测了 后来英宗驾崩以后 宋神宗继位就是他的长子 狄长子 这个继位是毫无争议的 一般来说 咱们民间有句谚语叫皇帝爱长子 百姓爱老妖 意思就是说 皇帝都喜欢自己的长子 特别是嫡长子 因为这要继承自己的皇位 所以一定会对嫡长子背家的爱惜 背家的看护 也背家的教育 而老百姓一般都喜欢自己最小的孩子 但是这放在高涛涛身上就不大合适 高涛涛最喜欢的并不是宋神宗赵虚 他最喜欢的儿子是他的二儿子赵浩 他还有一个三儿子 也不见他特别的喜欢 只有这个二儿子 拨得他的欢心 也不知道为什么 宋神宗继位以后 他的二弟赵浩也已经娶妻生子 按理来说 赵浩这时候就应该搬出皇宫了 大家想想也是 这皇宫就相当于是皇帝自己的家 你说你自己的兄弟 你都已经娶妻生子了 可以自立门户了 你还住在你哥哥家 这个就是老百姓也是说不过去 但是这个赵浩呢 就因为倚仗着他母亲高涛涛的宠爱 所以呢 就一直赖在这个宫殿里 也不搬出去 当时有一个陈子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就大胆的递了一个渣子 就是奉劝齐王赵浩 说你应该出外就地 然后这个事情就让高涛涛知道了 由此大怒 一定要把这个官员给贬到岭南去 因为当时贬到岭南已经是最重最重的刑法了 像后来的苏氏啊 苏哲都去过那边 但是宋神宗的觉得稍加惩治也就行了 当时呢 王安石呢 还极力的搭救这个官员 避免他被远贬到岭南 没想到呢 这还引起另外一个官员 叫吕慧的 这吕慧的官员 我以前提到过 他在溥仪之争的时候 坚决站在了欧阳修韩齐的队里面 反对溥仪之争 被贬出了京都 这时候他又回来了 这时候呢 他又坚定的站在了高涛涛这边 说的这王安石啊 你保护这官员啊 实际上就是居心不良等等等等 又要弹劾王安石 后来这宋神宗呢 就一生气 算是把这个吕慧啊 当做一个出气筒了 就把这吕慧啊 反而贬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了 这是一个小插曲 这说明这个高涛涛啊 对他的二儿子居住在宫内啊 是非常在乎的 后来呢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牵扯到了两个皇帝 一个太后 是什么事情呢 是发生了一起宫廷的失火案 是赵浩所居住的宫殿啊 突然失火了 然后呢 赵浩的夫人冯氏夫人呢 就派两个侍女啊 去探望赵浩 为什么要派两个侍女去呢 因为呀 这个赵浩和他这个冯氏夫人夫妻长期不合 已经分居了 所以这时候呢 他自己的夫君家着火了 他派两个人去看看 也是合情合理的 没想到呢 这两个侍女到了以后呢 就被当时赵浩的乳娘和他的两个宠妾 哎就一口咬定是冯氏夫人派人纵的火 就把这个两个侍女抓起来了 然后严刑豪打以后 这侍女呢 就驱打成招 就说这火是冯氏夫人放的 于是呢 赵浩呢 就把这事直接捅到了高涛涛那里 他没有直接去找他的哥哥宋神宗 而是去找他的母亲高涛涛 高涛涛呢 因此大怒 就要马上把这个冯氏夫人处死 然后就去跟宋神宗说 说的 你要下旨 把这个冯氏夫人处死 这冯氏夫人呢 是前朝的一个宰相的孙女 按说出身也是非常显贵的 宋神宗呢 觉得这个事情啊 本身就有点不靠谱 然后呢 宋神宗呢 就派了两个官员仔细的调查这个案子 最后呢 所流失出发现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一个意外 跟这个冯氏夫人一点关系没有 然后呢 宋神宗呢 就把这个案件的所有审理资料 给这个高涛涛看 虽然说证据在 但是这高涛涛啊 还是不依不饶 要严惩这个冯氏夫人 最后呢 还是宋神宗给这个冯氏夫人出了个主意 说你啊 去找咱们的宫里最大的boss 让他帮你说说情 可能你就能躲过此难 最大的boss谁啊 就是太皇太后 曹太后 于是呢 这冯氏夫人呢 就找了这个曹太皇太后 哭诉 曹太皇太后呢 心比较软 于是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这位冯氏夫人出家做道士 就在宫廷的一个道观里头修行 但是呢 也不真的就是什么穿法衣有法号 就正式出就是起个名目嘛 因为他毕竟是皇帝的老婆 不能说随随便便就离婚 说他出家什么的 这还是说的过去的理由 但是也不是真正的出家 什么都不变 神宗皇帝呢 还提高了他的月薪 等于就是换个地方居住 然后呢 神宗皇帝也严惩了赵昊的乳娘和两个宠妾 这事呢 就算最后平息了 那么为什么高涛涛一定死咬着这个冯氏夫人不放 要把他置于死地呢 这是因为啊 赵昊所居住的宫殿失火 赵昊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 北宋初期宋太宗的儿子赵元祖 就是本来议定的皇位继承人 就因为在宫殿里失火 然后导致被罢处 宋真宗时期的赵元衍 就是那个所谓的八贤王 也是因为在宫殿里的不小心失火 最后被轰出了宫殿 这个高涛涛和赵昊啊 也是担心这件事情 如果追究起来的话 他们很可能就不得不搬出皇宫了 或者还会被降级等等 于是呢 他们就死咬住这个冯氏夫人 让冯氏夫人呢 做这件事情替罪羊 他们呢 反成了受害者 宋神宗呢 应该也非常清楚 他们玩的这套把戏 但是呢 也是本着稀释宁人的态度 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件事情就过起了 到后世 到了高涛涛垂帘听证的时候 他又把这件七年以前的事情 又翻出来 真正的命令这位冯氏夫人出家 这次了法依法号 你真得出家了 这不是假的 而且月薪减半 就是高涛涛这时候还没忘了这个事儿 有意思的是啊 等到高涛涛死了以后 宋哲宗登基 宋哲宗呢 马上就命令这位冯氏夫人啊 还俗 还赐给了他一个崇国夫人的一个名号 越薪又加倍 其实啊 这一切啊 宋哲宗都是给当时他的二叔赵浩看的 也是给高涛涛 以那时候已经去世了 高涛涛的一点回应 这个齐王赵浩一直赖在宫里 不走 因为就是因为有了高涛涛的支持 但时间长了以后呢 越来越多的大臣啊 就开始上奏请求让齐王出外就地 于是呢 这位齐王呢 也顶不住压力 就向皇帝上一封奏折 就说的 祈求皇帝允许我出外就地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形式 一般的来说 都是这个臣弟 祈求皇帝 让我出外就地 然后皇帝说不行不行 这都是假的 然后呢 这个臣弟呢 再一次祈求 然后皇帝呢 也说 还说不行 最后第三次 臣弟呢 又发生祈求 你还让我搬出去吧 于是呢 皇帝就答应了 哎 这显示出那种胸有地公 那种兄弟情深 哎 那种感觉 其实这都是做给外人看的 所以呢 神宗皇帝呢 就回了一个奏折 就回他的奏折 就是说你不用搬出去了 哎 说的不准 按说呢 这个赵浩的 应该再上个奏折 然后神宗皇帝再设一个 哎 这是大家潜规则吗 平时都是这么玩的 但是赵浩呢 哎 收到这个回职以后啊 他没有再上第二个请求出外就地的奏折 这事就算过去了 弄得神宗呢 也很无可奈何 你太不配合了 这也 那么说这个赵浩为什么一直愿意赖在宫里不出外就地呢 他是没钱付首期吗 应该不是 我觉得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个企图 这个企图呢 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 但是到了最后啊 神宗皇帝的身体呢 越来越差 最后神宗皇帝就没有走那套推来推去的程序 直接下了到圣旨命令赵浩搬出皇宫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神宗皇帝的身体很差 而皇宫里头按理说只能有两个男人 就真正的男人只能有两个 我没有贬低太监的意思啊 我是说按古时来说 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能有两个 一个是皇帝 一个是太子 这两个人才能住在皇宫里的 等到神宗皇帝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呢 他就要考虑他的继承人问题 如果眼前老有这个赵浩在晃来晃去 在宫里施加影响的话 那么他继承人问题 可能就会真的成为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宋神宗命令赵浩搬出皇宫 但是这件事呢 赵浩还是在拖着 直到宋神宗驾崩 赵浩都没有搬出皇宫 宋神宗病重 基本上不省人事的时候 赵浩依旧是在宋神宗的病榻前啊 晃来晃去 他就想等着宋神宗驾崩那一刻 他好有机会 胸中帝极能够继承这个皇位 这个可能是他打的最大的算盘 当然了 赵浩这么做 他想窥辞王位 这个背后是不是有高涛涛的知识 我觉得应该不会 高涛涛呢 可能是单纯的比较宠爱这个孩子 因为从后来高涛涛支持宋哲宗继位 从这点来说的话 高涛涛并没有把皇位交给赵浩的意思 但是啊 就是关于最后一点 就是高涛涛支持宋哲宗继位 这一点 我也不能肯定 因为在宋史上就有两个版本 有一个老版本 有一个新版本 就是老版本 只是大家相传 新版本呢 是南宋修改以后的版本 我说的宋史呢 指的是元朝修订的宋史 但是元朝修订的宋史呢 有一部分都是借鉴于南宋当时修改的一些历史资料 比如说 关于这段历史比较靠谱的资料就是折宗实录 但是呢 很可惜 折宗实录呢 已经被修改的面目全非了 这是南宋当时的赵浩 他们站在旧党的立场上 对当时宋神宗和宋哲宗的这段王安石变法的历史 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就是把司马光一派的旧党都列为中党 把王安石一派的新党都列为奸党 这样的话 好多历史就被改写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好多历史都是不能肯定的 只能说有一种猜测 宋英宗驾崩以后呢 宋神宗继位 在宋神宗统治期间呢 高涛涛呢 基本上都是身居后宫 只有一次他出面 劝宋神宗 罢免王安石 这件事情呢 我以前也提到过 当时我提到的是太皇太后曹太后 让宋神宗罢免王安石 我当时没有提到 当时太皇太后和宋神宗说的时候呢 旁边还坐着这位齐王赵浩 当时赵浩也说了一句 大概就是说皇帝啊 王安石这样做的话太不对了 你应该罢免他 然后宋神宗就急了 宋神宗呢 不敢顶撞曹太皇太后 但是对他是弟弟可一点没客气 当时宋神宗就说 说你觉得我做的不对 那这皇帝你来当吗 当时给他这个赵浩弟弟吓得大哭 看起来好像赵浩比较脆弱 但其实宋神宗这句话说的已经非常重了 太皇太后劝完宋神宗以后呢 高涛涛也开始劝宋神宗 这是他第一次关于朝局 他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也劝宋神宗 罢免了王安石 宋神宗当时面临的压力很大 很大的一部分压力呢 就来自于后宫 来自于太皇太后 和他的母亲高太后 宋神宗呢 曾经跟那个王安石抱怨 说我现在面临压力 后宫中两个皇后跟我这又哭又劝呢 我压力真的很大 当时宋神宗确实处于这种压力下 而且正赶上那时候突然京城大汗 几个月不下雨 古代的人都相信天人感应 就认为这是因为宋神宗变法造成的天度 于是就有一个官员叫郑霞 当时这个郑霞就向神宗皇帝献了一幅流民图 就是画的是那些灾民们的神态什么的 神宗皇帝看了以后 当然是大为震惊 因为神宗皇帝这一辈子都没出过宫门 他不知道灾民是长什么样子的 他以为只有在他的治下才会出现灾民的这种情况 灾民呢 是这种样子 其实啊 哪朝哪代都会发生一些天灾 哪朝哪代呢 也都会出现灾民 哪朝哪代的灾民呢 也都不会那种面色红润呀 气宇宣昂的样子 都是很惨的样子 但是宋神宗呢 就是接受不了 宋神宗啊 他是一个心思很重的一个皇帝 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皇帝 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这么一个皇帝 宋神宗这么早就去世 也跟他的这个心思过重有关系 当时呢 是五陆大军征讨西夏是连战连节 但是到了最后 在永乐城最遭遇了惨败死伤无数 这次失败啊 对宋神宗的打击非常大 他由此呢 就重命 最后呢 还是驾崩了 所以当时的宋神宗呢 在这种天灾呀 又是这个积民图啊 再加上后宫太皇太后和太后的压力之下 最后宋神宗呢 就选择了罢免王安石 这也是王安石第一次被霸相 后来宋神宗驾崩以后 宋哲宗继位 关于宋哲宗继位这一点啊 高涛涛他是秉持的什么样的态度 历史上呢 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呢 是根据宋史的记载 是高涛涛坚定的站在了他的儿子的这边 支持后来的哲宗继位 啊 佐证之一呢 就是高涛涛呢 在事先还让宫里的人呢 制作了一件 十岁小孩 穿的龙袍 以此呢 作为证明高涛涛是支持 宋神宗的儿子继位的 但是啊 宋史关于这段时期的记载 特别是关于宋神宗 宋哲宗 这段时期 这段时期的记载啊 大多数是来自于哲宗实录 而哲宗实录呢 在宋高宗南宋宋高宗的时候就已经被修改过了 大幅度的修改过 为什么呢 因为宋高宗他是站在旧党的这一边的 他对于所有旧党人员 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员都认为是中党 而那个对立面王安石为首的新党 他都认为是兼党 所以呢 这个立场划分以后呢 对于历史就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或者说是篡改 以至于宋史关于宋神宗和宋哲宗这段时期的记载 有很多的值得商榷的地方 不管宋史怎么记载啊 当时有一点肯定的就是朝里的大臣都是坚决的拥护 哲宗继位的 当时呢 宰职人员呢 主要是蔡雀和王规 说起这王规啊 很有意思 王规呢 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旨宰相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的工作呢 每天就是交旨 然后取旨 然后复旨 然后再交旨 就是围绕着圣旨传 他没有自己的主见 作为一个宰相呢 他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政略见解等等 算是比较庸禄的吧 也是一个太平宰相 但是王规呢 在执行圣旨方面呢 却是做到了一丝不苟 他以前呢 在仁宗皇帝期间 关于仁宗皇帝要立赵宗时为皇子的这件事情 他呢 觉得有点蹊跷 他还特意的专程去问仁宗 确认以后 他才开始拟职 他这方面还是很负责任的 在宋神宗驾崩的时候 他也是亲自向宋神宗询问 确定了要儿子继位 他才开始拟职 所以说像这样的三旨宰相呢 也有他的常数 就是认真 王规呢 后世呢 在南宋的时期呢 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了官 其中一个呢 还做了江西辅州的一个支州 官做的不小 另外一个呢 是做了一个县令 但这两个儿子呀 都不怎么样 大儿子王仲山 金兵还没来 他就开始降拜 不光是投墙 他还要拜 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也是看到他哥哥这样 他也投墙了 这个气节实在是非常烂了 这个王规呀 在历史上还有两个后代 比他这两个儿子要有名的多 他的大女儿 嫁给了一个叫李格飞的人 这李格飞呢 也是苏门四弟子之一 然后李格飞和这位王室夫人呢 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特别特别的有名 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呢 他叫李清赵 没错 李清赵呢 就是王规的外孙女 还有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名 是谁呢 是那个刚才我提到的 那个叫王仲山的女儿 也就是说是王规的亲孙女 她嫁给的这个人呢 姓秦 他就是被世人唾弃的秦桧的夫人王室 说到这儿 我就不禁想起了我中学的时候背的两句诗 叫青山有幸埋中谷 白铁无辜筑宁臣 就是说的在岳王庙前跪着的秦桧和王室 说后世啊 就是乾隆年间有一个叫秦大士的人 他也曾经由西湖到了这个岳王庙 他是乾隆年间的状元 颇有文采 当时到了岳王庙以后 周围的朋友们就拿他开玩笑 说你也姓秦 你是不是秦氏的后人呢 于是他又写了两句诗 这个诗是这样写的 人从宋后修明慧 我到坟前愧姓秦 那么李清赵和王室又是什么关系呢 很明显他们是表姐妹的关系 李清赵呢 要年长王室十几岁 所以李清赵是表姐 王室是表妹 那么既然有这么近的亲戚关系 那么在李清赵落难的时候 他有没有从王室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呢 毕竟那时候的秦桧已经是位高权重了 恰恰相反 李清赵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 这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双方的政见不同 大家读过李清赵的一些词和诗 李清赵对南宋政权的那种委屈求全 那种卖国的行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的 这跟秦桧的政治立场完全是不一样的 李清赵在落难的时候呢 也曾经寻求过帮助 但是呢 他寻求的帮助呢 是来自于赵明成的那一边 赵明成是他的夫君 当时这个人呢也是朝廷的一个大员 但是呢 从政治立场上是秦桧的政敌 李清赵呢 自己有一次呢 是拿自己的词去宫廷里去参选 好像是个什么庆祝活动吧 但是呢 当时负责这件事情的官员 就是秦桧的哥哥 他知道李清赵以后 就把李清赵写的词给拒绝了 没有让他入选 也有一种说法呢 说李清赵呢 并不是王归的外孙女 而是另一位名臣王拱臣的外孙女 以前呢 都认定是王拱臣的孙女 但是后来呢 又发现了一个碑文 就是一个类似于墓志明的东西 墓碑 上面写的是李清赵是王归的孙女 所以呢 现在基本认定李清赵是王归的孙女 进入了折宗朝以后呢 高涛涛呢 就开始垂帘听政 那么他的这次垂帘听政和刘娥的垂帘听政 以及曹太皇太后的那次垂帘听政 有什么不一样呢 特别是他和刘娥的垂帘听政 因为这两个人垂帘听政的时间都比较长 是不是像宋史中所说的他被称为女中尧顺 是不是真的他能做到这样的正清人和呢 我们呢 下集再接着说 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在下一集里啊 我们不仅要继续聊聊高涛涛在折宗时期的表现 同时呢 还要聊聊在宋神宗时期 北宋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领土扩张行动 西河开边 也会聊聊司马光和高涛涛是如何割让领土与西夏求和的 总之啊 内容很多 当然了 还有我也不可预知的跑题 所以呢 还是敬请大家继续收看第二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第二集很快为您呈上 再见